随手做的烤板栗,各个颗粒饱满,软糯香甜,烤了一锅都不够吃,家庭烤箱板板栗,一次就成功,首先准备好板栗,还可以再来一把花生,板栗洗干净控干水分后,用手捏住两边将它切口,最好用专门的切口工具来切口或者是尺刀,开口的时候一定特别小心,不要心急,拿出一个平底锅或者汤锅,放上黄冰糖,开好口的板栗, 水刚好没过板栗即可,中火将水煮开,大概煮15分钟,这个时候我们把板栗捞出粒干,均匀地放在烤盘上,可以在表面涂抹一层食用油,这里很多人会涂上糖水,小编不建议这样做,这种做法只会让板栗表面粘,实际里面是不入味的,烤箱选择烘烤功能370华氏度,烤20分钟左右即可,剩10分钟的时候,我们把花生也加上, 如果喜欢更焦脆的口感,时常可以自己延长调节,秋冬就要吃糖炒栗子,随手一做就能这么好吃,赶紧在家试试吧!